横面财经朋友们好 今天跟大家聊聊股市 聊聊市场 以及当下我们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 随着疫情优化措施的实施 以及各地放开步伐的加快 似乎给A股注入了一阵很强的强行针 整个市场的情绪好像再次被点燃 以至于各种机构 包括券商又开始摇旗呐喊 认为牛市来了 市场反转了 这里我认为 其实还是有一些风险隐患的 我讲一讲我最近的几点思考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疫情这三年 其实有点像一个人大病出狱 他不可能从ICU出来 马上又跳入了KTV 居民收入和就业的恢复 其实并非一朝一夕 也就是经济的复苏 它更可能是一波三折 而不可能是一记绝尘 一飞重天 所以这个大家要有一个预期 要有一个准备 第二个 我觉得更为致命的就是一种错误的预期差 很多人认为当下的经济不能再差了 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 尤其是我们做投资的人 基本都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就是利空出尽 是吧 以后还能更差吗 以后不可能更差了 有这种思考的倾向 其实这里面可能忽略了一点 就是在今年上半年一直到10月份 经济差的过程中 其实一直是有政策的不遗余力的呵护的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再往前追溯 就是从去年7月份就开始的降准 12月份也有降准 当时讲的是跨周期调节 所以说一直到今年上半年 包括地方政府放松限购 限贷各种各样的政策乘出不穷 包括央行4月份也有降准 还有降息 然后降低首付 各种支持经济的措施 可以说一直在出 尤其到了4月底进入了高潮 就是稳经济大盘会议 刺激政策因出尽出等等 所以说整个今年上半年 虽然疫情对经济的扰动在加强 但是政策对经济的刺激 也是不遗余力的 也是在不断加强的 所以说这是跟当下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所以你说未来经济 一定不会再更差了 或者说未来不会有一些 黑天鹅的可能了 这个我觉得值得考量 从现在虽然疫情对经济的扰动 可能变得很变小了 收敛了 但是未来这种经济下行 巨大的惯性 以及还是否还有更多 大计量这种刺激政策的出台 还有多少政策的余力 这个值得纳入我们这种思考 另外一个当下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外需 这一点尤其也值得关注 在今年10月份以前 外需是相当的强劲 韧性也非常的强 所以当之前外需对经济 都是非常正面的贡献 走到当下 外需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尤其是10月份 似乎是一个整个外部需求 开始迅速萎缩的一个转折点 在10月份中国的进出口数据 双双的跌入负值的区间 就是同比负增长 这个是自2020年疫情以来 是头一次 甚至我们看到新闻有报道 比如说美国在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些订单 萎缩了3% 40%等等 不管怎么说 这种外需的迅速走弱 以及外部经济的这种迅速衰退的风险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这个是当下和之前非常不同的一点 最后一个 我还要讲的 就是关于房地产和金融的这种相爱相杀 虽然房地产的刺激动策很多 第一支箭第二支箭乃至万千齐发 甚至在股权市场 时隔12年再次对房地产地产企业的融资 打开了闸门 但是这种房地产的刺激它没有触及一个根本 就是居民端的这种收入和预期 居民端的这种加刚感 居民端的购房需求 这种热情如何能够刺激起来 这个是更为关键的 因为它其实涉及到活水源头 如果解决不了居民端的购房的这种热情和需求的话 给房地产的各种支持 房地产企业的支持也只能是续命 起到续命的作用 而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房地产和金融我们讲的是它是相爱相杀的 房地产既是灰犀牛 它也是救命稻草 它既是金融的灰犀牛 也是金融的救命稻草 为什么这样讲 房地产大家知道 在2020年以后 央行出了三道红线 包括房地产贷款及中度管理规定 其实都是希望隔绝房地产和金融的这种 有一条安全线 把它的风险隔离开来 这就是因为房地产的这种灰犀牛的效应 这是一个 为什么说它是救命稻草 救命稻草是因为房地产的信用扩张 房地产能否在量价提升 直接关系到中国金融信用扩张的这种效果 只有房地产起来 整个中国经济才能盘活 整个金融的风险 或者说这种商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的这种 违约的或者说坏账的这种风险 才能够有所削减 所以房地产这个时候和金融真的是相爱相杀 相互绑定的非常的深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 关于全球经济的 在一季度全球经济的这种衰退风险 全球经济自尤其是2000年以后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 全球经济可以说是融入与共 尤其是在这种出现衰退风险的时候 基本的是要出现的是全部出现 而且这种风险会传染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风险的点 这里面有一个观测的窗口 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 尤其是原油的价格的暴涨暴跌 值得高度的关注 如果原油价格出现连续快速的暴跌 那说明了整个全球经济的需求端层面 出现了巨大的这种巨大的风险 同时这种风险也有可能传导到 传导到我们国内市场 所以说原油的价格的起落 尤其是是否出现连续暴跌 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 最后一讲一点 就是说关于中国的十年期国贷收益率 当前中国的十年期国贷收益率是2.9 但是现在的经济状况却远不如之前 那我们知道之前的时候 在2.9或者3附近的时候 那个经济状况基本是在疫情之前 或者说是2020年刺激之后 在三附近的水平 但是现在的经济状况 无论是跟疫情前的2019年 还是跟2020年刺激以后的状况 都相差甚远 但是十年期国贷收益率 却已经触及了2.95 接近3%的高位 这样一来 其实对整个债券市场的压力 包括对整个宏观经济 各个实体企业的压力 都是非常巨大 因为大家知道 十年期国贷收益率 是无风险资产定价的毛 它的收益率的涨跌 直接影响其他的各个期限 各个不同品种的收益率 或者利率的这种价格水平 所以说国贷收益率 当下所处的位置 或者换句话说 国贷收益率 对应当下的这种经济状况 其实它应该比2.9应该更低 这样才对稳定 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大盘 更有利 所以说现在的国贷收益率 其实是对应现在的经济状况 其实是偏高的 或者说压力是偏大的 这个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 最后大家知道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关于现在10月 经济数据 PMI 或者是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或者是PPI 等等 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都是显示的 经济的下行的压力 依然是势大力尘 所以说后续 我觉得除了疫情的放松 还需要更多的刺激 宏观方面刺激政策的出台 才能让整个的宏观经济 相对来讲比较稳一些 否则的话 这种下行压力这么大 我觉得也不能盲目的乐观 不能认为大病出狱 一下子就跑到KTV去了 所以说我们对当下的股市也是一样 也要依然要留一份谨慎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